9月15号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出席第十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 王岐山表示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 虽历经风雨 但始终向前 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 其本质是合作共赢 良好的经贸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双方要加深了解 增加信任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存在的分歧 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不断改善贸易投资环境 持续释放市场魅力 希望中美工商领袖和智库专家凝聚共识 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美方代表表示 良好的美中经贸关系有助于两国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美国工商界将继续推动双方各层面沟通交流 通过协商对话 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 美国工商领袖和智库专家准备 日常 fått fase结计电池不公平均 海纳袖和智库专家准备 美国工商领袖和智库专家准备